男主李圣贤是一名技术工人 他与女儿秀珍相依为命 这天秀珍在放学的路上被人掳走 并惨遭灵虐奸杀 警方接到报案赶到案发现场 发现了秀珍的尸体 第二天正在工厂工作的圣贤 接到警方的电话 被告知他的女儿已被人杀害 圣贤怀着忐忑不安的情绪 赶到警局辨认尸体 当他看到躺在冰冷铁床上的女孩 正视自己的女儿时 痛苦感顿时涌上心头 女儿的手指甲都开裂了 看起来死前经历了痛苦的挣扎 圣贤印发了很多传单 希望能找到目击证人 另一边案件参与者金明基同学 偷偷躲在家里 看着传单上的信息 在良知的自责下 他刺发了一条告密短信给圣贤 告诉他杀害他女儿的两个凶手的名字 金哲勇和赵斗芝 并附上金哲勇的住址 接到短信的圣贤半信半疑 决定一探短信的虚实 他根据短信的提示 找到了金哲勇的住所 并潜入金哲勇的房间 圣贤经过一番搜索 找到了一箱光盘 其中一个光盘上 写着他女儿遇害的地址 圣贤颤抖着双手 将光盘放入电脑中 想要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 然而就在这时 金哲勇突然回来了 圣贤只好躲在屋内的一个角落里 看着他的动作 金哲勇一边打电话 一边播放光盘上的视频 细细欣赏起自己的丰功伟绩 圣贤看到了光盘的内容 证实自己女儿受尽侮辱的过程 顿时悲愤交加 泪流满面 他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痛苦 冲出来将电脑砸坏 并且将金哲勇打倒在地 接着随手抄起一根棍棒 向金哲勇打去 而恐惧的金哲勇 却连说iPad不是我偷的 他以为圣贤是为了他偷iPad来找他的 根本没往奸杀了别人的女儿上想 女儿的命在他眼里还不如iPad 想到这里愤怒的圣贤随即活活将金哲勇打死 圣贤从视频中知道 先杀他女儿的有两个人 他看着自己已沾血的双手 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于是决定亲手了结另一个凶手赵斗芝 来告慰无辜的女儿 为了报仇 机智的圣贤借用金哲勇的手机 问出了赵斗芝的地址 不久警方也赶到金哲勇人家里 并缴获了许多光盘 负责办案的张警官从光盘中 看到了圣贤女儿的画面 他大胆猜测圣贤极有可能就是杀人凶手 张警官带领队员来到圣贤的住所 但圣贤早已离开 扑了个空 初步断定是圣贤杀死了金哲勇 并断定圣贤的下一个目标一定是赵斗芝 警方也在争分夺秒的寻找赵斗芝 并要保护他 接着警方找到奸杀案的犯罪车辆 顺藤摸瓜找到了金鸣基 金鸣基坚持已经包不住火 并说出了作案过程 而自己只是负责开车送他们到奸杀现场 金鸣基还说出了赵斗芝现在的地址 警方在掌握了这一星期后 立即出动缉拿赵斗芝 然而又因为有人通风报信 让赵斗芝逃跑了 姗姗来迟的圣贤 在追踪赵斗芝的途中不慎受伤 也没能追上他 第二天 警察利用金鸣基引诱赵斗芝出来 和狡猾的赵斗芝识破了警察的计谋 疯狂逃窜 正好撞在了圣贤的枪口之下 在人满为患的街头 圣贤和赵斗芝同时被警察包围 圣贤逼问赵斗芝为什么要伤害他的女儿 可是赵斗芝丝毫没有回忆 只是抵赖 愤怒的圣贤将赵斗芝的罪行告知群众 在说完自己不想与这种畜生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后 便冲向了赵斗芝扣动了板机 而就在这一刹那 警察也扣动了板机 圣贤被击毙 民流之际 圣贤仿佛又看到了自己的女儿 一同回到了以前的家 而赵斗芝却安然无恙 警察检查圣贤的枪使 发现枪中并没有子弹 是圣贤给了赵斗芝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是一个父亲的复仇之路 他的恨意和杀意就是一把利刃 无尽的爱 无尽的恨 无尽的复仇和无尽的彷徨